8月15号 贵州省德江至于庆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 乌江特大桥主拱顺利合拢 主拱圈成功合拢后 大桥进入桥面建设阶段 乌江特大桥位于贵州凤刚县 斯南县 石千县三地交界处 全长1834米 主桥跨度504米 乌江特大桥主拱类由60个拱类阶段组成 最大的阶段长17米 重达157吨 单节钢拱类从重庆东港船厂 经长江沿乌江水道 通过水运到达施工现场 水运相对于路运来说的话 整个成本节约了大概一半以上 利用南索教装系统进行安装 安装精度是控制到了3毫米以内 据了解 德域高速全长约104.2公里 设计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 预计2023年通车 通车后将串联起德江 斯南 凤刚 石千 渔庆五线 检查发 冤海涵 方便 检查发 冤海